今天我們要來吃麻辣火鍋 準備的食材有 明目捲 魷魚捲 刀一斑 這個好像是黑輪吧 黑輪 澳洲牛肉 韓式年糕 黃金起司球 南瓜半顆 玉米筍 金層菇 烏龍麵 咖哩菜半顆 然後還有豆腐 還有綠茶 最後就是我們的 黑金鴨鞋 綠茶要幹嘛 綠茶要幹嘛 因為這上面寫說 道路鍋中加苦糖綠茶 沒有做到 沒有做的 黑金鴨鞋 它這個牌子很厲害 它手工做的 美洲限量 保存期限很短暫 保存期限 對 拿到之後就要馬上吃的那一種 因為最近天氣很冷 所以要趕快把它吃掉 感覺蠻厲害的 黑金鴨鞋 我們來打開來看看 哇 喔這個味道 多比而來 欸這個很香耶 length cab 怎麼是麻辣的味道超香的 好 然後然後鴨鞋 壓鞋寫硯 先給我倒燙燒 全家全家全家 我第一次吃麻辣蘿蔔加乳糖牛茶 你覺得我特地吃嗎? 有 他說是獨家的配方 那市面上買不到嗎? 目前要買比較困難 因為他還在測試一顆 測試 測試什麼? 測試我們就先來吃 有這回事嗎? 有 因為他就是自己在練習做 然後每個禮拜只做幾份先到我們家的品牌 所以限量的買不到? 買不到 買不到 限量的啊 但是就要是限量的 我不是一個愛吃鴨血的人 但是他的鴨血咬下去那瞬間那個鴨血的那種彈開來 有一股有那種蒸掉的那種麻辣的香味怎麼沖出來 你看 倒出來 哇 滿滿的 鴨血多啊 哇 超多 超多 太多了 這一小包 這還只是 這還只是他的小包裝欸 750公克的鴨血 他用了非常多的料 他這邊有 豬丸骨糕 豬丸骨糕啊 白胡椒粉 羊 甘草粉 哇 他其實很用心欸 然後重點是加這個綠茶 滿特別的 蠻特別的 麻辣先鋒 獨家配方 開開開開開開 開 開 他是好不錯 他很擠好吃很彈 很彈 它的脆又彈 對 這個脆又彈 而且我發現他的麻辣滋 湯包 不會很油欸 它的湯上面 都沒有那種辣油的那種感濕 就是 全部都很燙 全部都是湯的味道 數量的有限 它當然就是把它的味道做得很好 還可以吃得到南瓜的甜味 蔬菜的那個甜味 還有玉酥酥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麻辣的湯很棒 因為其實我不太吃麻辣 因為我們只是一色全吃辣 一般的以前我們吃的那種麻辣湯 你吃的時候你就 到後面你根本吃不出那種食材的味道 那你現在都還吃不出 又好味道 吃了 這個牌子在市面上都找不到 目前應該是比較難找 因為它每個禮拜都是自己去熬 所以它的東西都有限量 那一段好大量的情況可以搭起來 那你要是想要吃的話 可以去下面那個連結 去找麻辣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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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 如果是等的一陣子是從麻辣湯 你等多久 等多久 那麼你來 手工做的數量有限 想吃要等 好了 今天這麼好吃的黑菌鴨血麻辣火鍋 就吃到這邊了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